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拜拜就叫做掰崖 拜拜就是掰崖 其实到庙里头拜拜就是为了祈福 祈求新的一年有好运到 而祈福就是祈福 祈福就是祈福的意思没有错 其实年初一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活动 就是大家会趁着庙里开天门的时候去抢头乡 抢到头乡的人就有一整年的好运到 所以今天感想要教给大家这一整句话就是 当年初一回到庙里拜拜 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 年初一回到庙里面去祈求好运到 今天狗狗跟哈发就带大家到庙里面去祈求好运到 你看好了吗 我们去拜拜去掰崖 好 真的耶 年初一 这个庙里面有好多 过年很多人来披风就希望新的一年平平安安 其实人家说啊 年初一来这边掰崖 无非就是失望在开春的第一天就能够祈求一个好彩头 对呀 而且我刚才看到很多外国光客入境随俗也来这边弄 是有意思的 嗯 李华之后你到底决定好大年初一要去哪儿 大年初一当然要去拜拜 掰崖了 所以今天赶紧帮大家复习一下 大年初一一定会用得到的这些客家话 首先帮大家复习的就是大年初一就是年初一 年初一就是大年初一了没错 那其实刚刚姨姐也提到咯 年初一它会跟家人到庙里头拜拜 拜拜就是掰崖 掰崖就是拜拜的意思没有错哦 不过啊 到庙里面去拜拜 大部分都是要祈福祈求一年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 这祈福呢就叫做祈福 没错 祈福就是祈福了 嗯 所以今天最后要帮大家复习的这一整句话 就是大年初一会到庙里拜拜 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 年初一为天没有风拜崖 年初一为天没有风拜崖 今天狗狗公哈发 就希望大家大年初一到庙里面拜拜 有一整年都好运动 我们下次见 拜拜